三个中产党 今天要讲送中条例或逃犯条例收定 但我们这次又拉阔一点 前瞻性一点 其实我们之前说了这么多 我们现在香港人最关心的游行的人数问题 我们有讲过为什么市会不下跌 我们也有提过罢工罢市可不可行 今天很希望说一件事 你觉得送中条例的发展情况会如何 你觉得泛民反对送中条例的人 他们做的事情最后会否效果呢 首先我讲回我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究竟我们现在的香港人 他去反对这个送中条例 是真的想推翻他 还是想催眠自己 我都知道他一定是过了 但是我希望做些事 去尝试去 让他自己的内心好一点 有没有可能 当然不是 大家都是想反对送中条例 为什么他说这件事呢 就是没有理由去到今时今日 任何一个有智慧的香港人 都看不到送中条例 是不关林郑人事的 而你会看到坊间 不要说一般市民 是不关键的 连所有的时事平行员 全部都是集中去说林郑 林郑下台 你觉得林郑下台 这个送中条例就会被撤回 不是吧 第二件事是什么 就是你觉得这个游行的威力 是很大的 因为有100万人 那如果100万人 你都逼不到政府收手 那就是证明 100万人的力量 都是推不动这件事 然后反过去想 我常常觉得 这个游行真是错失良机 你100万人出去游行 你真的要求政府做什么差都行 如果你问我 我搞了100万游行 我搞什么呢 首先政府连连派施1万 第二件事就是 所有的基建要停止 没有用的基建要停止 第三件事就是 取消这个丁权 喂 这些事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有100万人游行 即6月9日的地下 林郑立刻跪下 你有什么可能 在这样的民情跪下 如果你相信游行的力量 就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这件事 不关林郑的事 又或者这样说 就算这件事 开始是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两个不同的看法 主要是 究竟 逃版条例收定 究竟最初 是不是林郑想出来的呢 还是她收到上边的旨意 于是推呢 在这一刻 已经不是很紧要的了 是 因为现在很紧要的 就是在这一刻 究竟谁说 事实继续推 怎样继续推 那这一刻 如果都是相信 纯粹是 林郑一个人的主观 愿望去做这件事的话 那又真的很脱离言实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究竟 既然游行好 或者之后再做任何的运动 去 想 反映给政府看 或者给政府压力的话 那应该给谁呢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OK 成就此 我从历史开始讲 1981年 邓士明收回来香港 和大佐夫人谈了那件事 是 1984年 就由周英年学生门 空间收回来香港 是 或者这个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 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引渡 引渡全世界都有引渡 为什么你不行 因為引渡是中國大陸 你跟各國引渡都沒有問題 跟中國大陸引渡是有問題的 因為那個是邪惡政權 無法治 當你在一個無法治的地方的時候 一來到1999出現香港已經二十多年 你都知道他從來都 如果他是這麼守信用或是 你根本就不用追出去的時候 不用那麼怕他 這件事你是稍為在當時有少少老的人 你已經是走了 這件事是必然會發生的 2003年所有事情的問題 到最後都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最害怕的問題 就是共產黨 香港如果你是核心價值的話 就是怕共產黨 如果不是就被人一國一制 整件事到最後你要反抗的 不是特區政府 那些人是中立的 警察你不是罵那些黑警 不是說那些東西 因為那些人全部都是中立的 那些人全部如果有一天你說到事的話 結果他還會聽你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那些外國買版 沒錯 他是一個中間是一個中間 你如果去罵他們 就好像你的電話費被人收多了 你瘋狂罵那個客戶服務一樣 沒有意思的 你是要罵什麼 起碼你都要說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說 叫你的經理來見我 然後你狂罵那個洗碗的 那個抓住的電話 其實整件事你會知道 林鄭其實就是接電話的人 沒錯 整件事你會知道就是 當然由北京、香港、中聯辦、解放軍 這些是真正去推動整件事 令到整件事能動的人 你不敢去搞 因為你知道是很糟糕的 你一搞了的話你的後果很嚴重 但是我當然知道後果嚴重 所以我不是同意一個說法 其實現在香港人不是只欺欺人 因為他知道有些人是不得罪得的 那你就只能去找一些你得罪的人 問題就是我這樣說 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 那時候香港有600萬人 整件事一個移交交接 現在是牽涉著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非常之險峻的事情 這件事你要去扭轉 那件事你以為是100萬人 103萬人去流少少汗 你就可以解決嗎 這件事是23條會過 所有的會過 而這些事情是 卑斯麥說的 只有是血和劍才能解決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整件事 整件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你不肯犧牲 你香港人不肯犧牲 你現在說的罷課 罷工罷一日 那些 那些 當年的時候 你看每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而你不敢去面對 你不敢去面對去指那些 真正負責的人 因為那些勢力太大 當然你知道勢力太大 因為整件事很嚴重 你已經有600萬人 而這600萬人 是整個生活被改變了 而之後你就希望用很少的成本 不用代價 不用任何改變 對不起我可以告訴你 你改變不了 你不如認命中心 還不用走 不用流汗 問題是這樣 這件事的嚴重性 不是說 嚴重性 你都說了 《逃犯條例》通過了 其實當然不是《逃犯條例》 你都說了《逃犯條例》香港 大家香港沒有法治 沒有什麼 這麼嚴重的事情發生 你以為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可以用這麼低的成本 來解決到的 那你會不會天真點 不是 經常都說 香港和革命是兩個極端來的 革命就是強調犧牲 香港人就是最精打細算 你要用一個最精打細算的方式去犧牲 當然就不是犧牲 沒錯 因為那件事很嚴重 你那件事件 你要扭轉一件事 一件已經發生的事 你就必須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如果代價不夠強的時候 你就扭轉不了 你究竟你應該是 你只要告訴別人 你將會這樣做 但你只要告訴別人 你只是顯示出你不願意 我講一個很極端的例子 一個政權 或者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什麼的例子 當年默索利尼 選舉 法西斯黨 他只有5%的票數 然後他覺得這個5%的票數 他很不滿意 於是他就須利法西斯黨 衝去羅馬奪取政權 然後整個羅馬不敢動 結果就給他法西斯 法西斯從來都沒有試 共產黨從來沒有試過 在市場市面上 共產黨從來沒有試過 在選舉中獲得勝利 為什麼他們到最後 可以獲得政權 還可以上升 因為他們那班人是肯犧牲的 你只要肯犧牲的人 一個可以抵一千個 你要相信 你現在不等犧牲的人 你轉一百零三萬人 我可以這樣說 就算香港七百萬人一起走 都是沒有用 我又沒有去到這麼極端 但是我都真的很看不過 這件事情 我不用你去搞革命 又什麼又差 香港人最喜歡說 你這麼聰明 你去幫忙 搞革命 你可不可以認清你的對手是誰 到今時今日 你仍然把焦點放 當然我覺得泛民的議員 和評論員很有問題 你們是主導風潮 連你們都是誤導市民 所有市民當然不知道有什麼事 而誤導當然有一個原因 大家都知道 叫共產黨下台 叫打倒習近平 是會有後果的 所以大家都不去面對這個現實 如果我跟共產黨對著幹 我還可以選嗎 如果我跟共產黨對著幹 我或者我朋友在大陸的生意 會不會受到影響 這些壓力 結果令到那班 真是KOL 即是那些意見的領導者 或者是那些有公權力的議員 就是不肯把現實告訴市民 其實我都不需要你們去對抗共產黨 起碼要告訴別人 你去圍那個 不是立法會 是圍中聯 你為我沒有差用 我是那些什麼鍾國斌的 都跟他們說 大哥 我都是聽共產黨說 你為我有差用 我是林鄭 我都說 200萬人都沒有差用 都要習近平肯讓你們放水才行 搞錯了 其實香港這樣說 大概有五成的人 或者可能再多些的人 是反共或者支持反對台灣條例 真正支持的人 是只有十幾個百分比 工聯會 民權兩黨 其他那些 像自由黨 甚至警察 那些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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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沒有借股奉金 說我們今時今日 就是要做些什麼 才可以令到這個 中共真好 喂 這個賤人 這個賤人 都不敢說 這個賤人 都不敢說 即是等於我之前說過 新來革命的事件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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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 周遜說 我講 如果根據周遜的說法 你真的要暗殺一些 不是周遜 不是 是根據我的推論 應該要暗殺一些 對香港有影響力的人才有用 我都沒有說誰 我都不敢說 你是不是很糟糕 誰搞革命 真的 相反的 那些人應該是警察 是自己人 你欺負什麼警 那些人 那時候 到了最後 你知不知道新來革命當中 最有用是嗎 最有用就是 他們拿出預算 去跟那些官 黎元洪那些 喂 大家一起喝酒 他 新來革命 那晚就是 有個刑長喝醉了 為何搞革命 然後就拿了燈出來 對 相其的 這些 你們想要搞黑警 想要搞什麼 想要搞林鄭 那些是自己人 OK 那現在沒有了 你之前有八成 我又要集住你 喂 那些黑社會 你看他們經常出來 搞事搞非 喂 突然間總有幾次 那些警察都被面子 他扮了看不到 你要告訴我 他們兩個平時沒有喝茶 遮水 我就真的不相信 為何我們不是做這些 的 又說我們 就是黑警 那些人明白你自己的 那本來香港大概應該有五成的人反對 三十三十幾個百分之人中立 然後就沒有私立 然後十幾個百分之人少數 只要你解決 十幾個百分之人 推足就行了 現在你就搞到 香港其實是私立座 是私立座 你把那些人推了對家 你把那些人 你現在這樣搞 你有一天在那裡 你把那些人推了對家 然後你自己就 就記住了 你把那麽多人推了對家 那些人叫做統戰 你要統戰對方 跟你私立相近的人 你沒有 即是人民內部矛盾 沒錯 但我 我有嘗試 因為實在太多同志朋友了 我有嘗試 一來我都怕沒有那些朋友 等你們兩個朋友 做人都可以的 做人都可以的 但是 他們會不會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 除了有黃絲朋友 還有很多內地朋友 內地朋友的做法就是 他就算對政府有什麼不滿意的話 他又不會出來 即是吵架 這樣才行的 但是他的想法很清楚 很清晰的 他覺得 喂 我們吵什麼用 我們這樣的吵法肯沒有用 於是乎不如就不要吵了 我們賺多些錢 怎樣要把他走 這些是他們的做法 但是香港 現在都是香港的做法 不是啊 那些就是 很多錢 走不到的那些 香港是怎樣的 我覺得會不會他們想著 喂 就算我明知改變不了現實 因為一來的成本太高 他不願意做 他們可以做的 就是可能去 一年去行一次出身汗 但是他會覺得 喂 就算我改變不了事實 喂 最多的是我做個榜樣 給我們下一代看 清楚地告訴他們 在價值上 我們都是反應這件事 雖然我反應之後 你們現在看那些年輕人 怎樣看那些東西 那你就知道 你們的榜樣 是壞的榜樣 你現在好像在做一個榜樣 那個榜樣 就是壞的榜樣 就是你們連連行禮如宜 就是會遊行 什麼差都不做 這些全部都普遍的年輕人 就是那樣的 現在 如果不是遊行 怎會有那些一制衝 很簡單 大家還說 你叫人家記了六四 那人家真的忘記了六四 那你真是沒辦法 你叫人家忘記了六四 正如一九七幾年 大家忘記了中維戰爭 只知道三年八個月 我們有多慘 那些人有去 我真的做了一個榜樣 不過是反面的榜樣 即是他這個目的都做不到 做到 現在就做到 所以人家就知道 做什麼差都沒有用 就做其他方式 他們的香港人 怎會跟大陸人不同 他們就是盡可能做 他們可以做的事 然後發覺沒有用 就自己欺人 然後就賺夠錢移民走 你身邊也有很多朋友移民 其實這個意思跟大陸一樣 分別只不過是 一班走到一班走不到 好 我們這一制度 那就是他們喝水 其實從來都在中國人 所以我明白 為什麼他們說 大家都在中國人 大家思路一樣 好 我們就到了